再来关心的是每个人都希望过好年 不过对弱势长辈来说 要过一个好年实在不简单 高雄银行得知华山基金会 长期照顾独居长辈 今年主动响应爱老人爱团圆的公益计划 任养多位长辈一年的长年服务经费 总经理黄满生还专程陪同长辈 一块吃年菜场面相当温馨 高雄银行总经理黄满生 与高雄基金会执行长两人 亲切地跟阿公阿嬷寒问暖 不时关心长辈的身体状况 原来两人是受华山基金会的邀请 农历年前一块陪弱势长辈围团圆 尽管跟老人家都是第一次见面 总经理依旧窝心的夹菜给长辈 场面相当温馨 来你水就好了 谢谢 恭喜啦 欢迎过年 我想这个特别的感觉 就是回到我好像是十五六岁的时候的感觉 就是为我爸爸吃饭一样 所以我想说这个真的是非常温馨的一个方面 我想这个也要受惠大众共同来努力 当然高雄银行也很愿意 有一种抛砖引益的一个效果出来 那种未来也是一样 我们一定会好好的跟华山基金会来配合 尽管在忙也要陪着长辈吃顿饭 高雄银行除了响应华山基金会 爱老人爱团云的公益活动之外 也大力支持募集年菜活动 不过受到景气影响 即将在17号登场的送年菜活动 至今缺口仍有四成左右 很可惜的是今年就是恰逢一个暖冬 那又农历年的脚步 这个又特别特别的快 其实我们在1月27号就开始要过除夕了 那华山基金会在1月17号 也会陆陆续续将每一份年菜 送到我们服务的长辈手上 那只是很可惜 到现在还没有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 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只目到了将近六成左右 看到长辈开心地吃着年菜 口里不时感谢来自社会各地的善心 现场洋溢着温馨气氛 华山基金会高雄站 希望社会各界持续发挥爱心 踊跃支持年菜募集活动 一份600元六菜一汤的年菜佳肴 让长辈们在农历年节 吃个温饱也吃出温馨 因为有名 让爱延续 党都新闻王思武许复天采访报导